郭麒麟本色出演《庆雨年》,财迷大小姐碎嘴铁憨憨,真不是相声 郭麒麟本色出演《庆雨年》,财迷大小姐碎嘴铁憨憨,真不是相声 《庆雨年》最近正在热播,本来冲着证据去看的网友们,没想到竟然看了一部搞笑剧 本来听到郭麒麟演的电视剧,很多人还说一个相声演员能演好戏 郭麒麟作为德云社的大小姐,黑时少班主,那是继承了我社的优良传统,拿钱不当钱,当命 作为于谦老师的徒弟,郭麒麟深得真传,送师傅礼物吧,思来想去送什么都不合适 最后写了一封信,最能体现真情实感,主要是为了省钱,于谦演戏演得好 老师好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,而郭麒麟这次的表现也让网友大呼惊喜 承包了笑点,于谦徒弟比郭德纲演戏好,郭德纲还不能说什么 你说气不气,庆余年有笑点有泪点,有全谋和沙雕 每当范思哲出现的时候,网友们都说看到他就想笑